官儿 来 喝药吧 阿福啊 官儿喝下你说的冒犯神明之物 神不见怪病却好转 难道还不相信老夫 这 阿福 再耽误下去 你父亲就有性命之鱼 若真如此 你就成了不忠不孝之子了 苏大人 你就别再说了 这药 我们实在不敢喝呀 那老夫问你 你想不想要门外那头牛 苏大人 此话怎讲 看来你还是想要这头牛的 是啊 苏大人 这还有假 苏大人 你就开开恩 门外那头牛啊 就当小的是借你的 等小的以后有了钱 加倍还你行吗 老夫可以将牛借给你 但是你必须答应老夫一件事情 苏大人 你说吧 无论什么事 小的都答应你 你要答应老夫 将这碗药 为你父亲服下 若他的病不好 老夫这头牛就将你处置 这 哎呀 阿福哥 你还迟疑什么呀 这又不是毒药 我父亲怎么会存心害你们呢 好 为了这头牛 我喂我阿弟喝 阿弟 小牛的 等一等 老夫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阿福 阿弟 阿弟 阿弟你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阿弟 你知道吗 是你喝了苏大人 拔的草 熬的汤 你的病就好了 一会儿啊 老夫如何说话行事 你在一旁 静观就是了 是 苏大人 小的原来有眼不识探山 早知道你是苏大人 我就不敢造词了 对 我造词到无妨 以后啊 若能不再造孽于这些牛 是是是 就阿弥陀佛了 哎 哎 哎 一定 一定 首领 这两个牛贩子 前来索要买牛钱 你找人按数给他们就是 何必来见我 他们非要来见首领 你二位见本首领有何事啊 朝廷罪人苏氏 这想有理了 朝廷罪人 你不是牛贩子 葛公首领 他的确不是牛贩子 他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苏 苏大人 大人 原来你是个当官的 为何这身打扮 找我有何事啊 葛公首领 老夫乃朝廷罪人 匾来丹州 首领故未见过 老夫前来登门拜访 是有一事相告 你不要说了 不管什么人来说情 阿勇坏我族归 五日内必杀无疑 你们准备收尸吧 若你们汉人来攻寨 我也不怕 本首领等着你们 葛公首领误会老夫了 老夫来此另有其因 近日来 汉人村中立即横行 老夫料想 离寨也难逃此劫 雇前来探查 果不出老夫所料 原来这灾祸 是你们汉人带来的 此今日起 本离寨就与汉人 断绝往来 停止护士 看你们还能够 害人吗 葛公首领 汉人两族往来护士 就算有此一害 却有百利 况且 此病并不是无药可医 老夫前来 正是来受医治之法 若 宅中族人服下此药 此立即即可 渐行全域 谁要你的什么药包 你这是 亵渎山寨神灵之物 我已经杀尽了 那么多牛 神灵在上 自会保佑我们山寨 你们二位 领了卖牛的钱 马上给我出寨 葛公首领 立即凶猛 若耽误一致 恐出人命 葛公首领 这位苏氏苏东坡大人 中原的百姓 都说他是天上的文曲心下凡 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 他说可以医治 想必不会错的 什么苏东坡苏西坡 我没听说过 若惹恼了我 我将你们二人一并勤下 与那阿勇一起味道 苏大人 我说老哥 听说了吗 李老汉的病居然好了 那他喝了那药了 听阿福说 他们家没杀牛 难道那又脏又黑又臭的汤药 真能治病 我家丈夫刚坐船回来 听大陆上的人说 这苏大人是文曲心下凡 名望很大 无所不能 大陆百姓 无人不敬重 那我们错怪苏大人了 过儿 你把我煎好的药给李老汉拿进去 再服三四天 他的病就可痊愈了 好的 苏大人 你是说我阿爹的病药好了 当官一天下 为民臣百姓 老夫出手 自然要到病出 苏大人的话小的听不懂 可是小的想不明白 真的不用杀牛计神 阿爹的病就能治好 你的话是说 以前只要杀牛 人的病就会好了 那倒也不是 但是不杀牛 病怎么会好呢 你不用问老夫 此时需问你的所见所闻 你爹的病记忆好转 死牛人归老夫 你答应老夫说服村民之事 也要间约照办 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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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来治病 老夫是求之不得 谢谢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都有 苏大人说 大夫这次患上的是利益 苏大人 这边的病药 勇于神助 不用杀牛计神病也会好 大家快要对一个一个来 这些药 多胡几天才会全域 姓大人说什么 咱们就听什么 对 咱们就听什么 好 给后面的病人喝 大家不要紧 阿朱 人后面的人喝 喝着这个药 以后到山里多采点 好的 阿朱 你再这么闹下去 阿爹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阿爹 我要跟阿勇好 你要不答应 我也不闹了 我死 阿朱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那个阿勇是来诱拐你的 他是汉人 你是黎人 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我只知道要跟阿勇好 别的都不管 他就是诱拐我 我也认了 可是阿爹 就算他要诱拐我 你却要杀我 你就不能替阿爹省省心呢 现在寨子里十个人就有六个人生病 说是什么匿迹 是谁带来的 是他们汉人 阿爹 这跟阿勇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要跟他好 不求别的 阿爹 你就放了我们吧 阿朱 你是被什么邪鬼迷了心窍 你真是中邪了 我只告诉你 那个阿勇如果坏我族贵 拐我女儿 他今日就必有意思 那阿爹 你就等着替我们两个收尸吧 你 兄弟啊 阿琪阿水 他们两个人都病死了 又死了两个 兄弟啊 是不是牛杀的不够树啊 牛犯的牛都没了 如今哪还有牛啊 兄弟啊 小的在汉人村中谈听到 有姓苏的老头 在那给人看病 分发什么 药包 患病的汉人都建好了 此话当真 当真 汉人没再杀牛 那姓苏的老头不让杀 只给药包 小的亲眼看见那汉人喝下 浓黑浓黑的汤药 病就建好了 实在是见过一个呀 姓苏的老头 就是前日来的 自称什么苏东坡的朝廷罪人 首领 首领 正是他 自然前日来倒是给了本首领两个药包 只是被我扔了 首领 我们与其坐在寨中等死 不如将那个姓苏的老头抓来 试试他的药包如何 首领 在门外有一个苏东坡求见 葛公首领 这些药只管让族人服下 村中汉人服下老夫之药已有人康复 葛公首领 离债众人性命是大 眼下其余皆是所系小事 本首领不知道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何 不过我有言在先 你的药包就算治好了我的人 阿勇也不能发 五日内 仍要处死他 葛公首领的意思是 同意老夫给你的族人治病了 记住啊 这药得每日必喝 每次喝一碗 每日得喝两次 千万不能忘了 都看到我是怎么熬药的了吧 如果不会熬啊 可以拿来我替你们熬 还没喝药的 都到这儿来拿药吧 老兄 你的病又好了几分啊 看来你的身体啊 底子甚厚 有一副铜筋铁骨 是啊 你看起来气色好了不少 而且说话又有气力了 阿勇啊 咱的牛真的没杀 阿勇 牛正在外面吃草呢 苏大人 老汉有句话想问你啊 老兄 但问无妨 苏大人 你果真是天上的文曲星 下凡吗 老夫若不是文曲星下凡 岂能一头牛都不杀 就治愈你的病呢 老姑 苏爷爷说 他是天上玉皇大帝派来的人 他在身上胡来拔了些草 然后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苏大人 老汉愚钝 有眼不识真神 还请苏大人恕罪啊 哎呀 老兄 老夫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我哪里是什么真神呢 只不过 懂那些医术药理 配着海南岛上的灵草妙药 医治你的病又有何难呢 苏大人此时就是老汉眼中的真神呢 大人 你好事做到底 老汉尚有一事相求 请苏大人施恩 哦 老夫刚救了你一命 你不体谅我 反倒变本加厉起来了 老爹 咱们不能再劳烦苏大人了 还有 明日就是你们汉人定的五日期限 也是本首领砍你脑壳之日 就算是千军万马来攻债 知道本首领为什么要杀你吗 各共首领 你要杀就杀 我阿勇早就已经爬过了 但是我不是诱拐阿珠 我与阿珠两人是真心相好 情投意合 难道就因为我是汉人 阿珠是黎人 就不算相好而是诱拐吗 不是你诱拐阿珠姑娘 她会迷了本心违反族规 要跟你逃出杀债吗 我阿珠没有逃 我没有错 你可真会说话 你们汉人最爱花言巧语 来哄骗我们黎人 老实可欺 如今你这个汉人 竟敢欺骗到我女儿头上 只可惜我家阿珠老是愚笨 被你的言语迷走了魂魄 整天不吃不喝 喊着要去寻死 本首领不杀你 不解我心头之恨 阿勇求各公首领一事 阿勇可以死 但千万莫让阿珠死 如今惹却这么大的事 全是我一人之错 首领给阿勇开门 你让我再见阿珠一面 不要劝他好好地活着 是我在来找他 快要死的人 还在这里说乖巧的骗人话 真是密罐的嘴 趁勾的心 首领 这个汉人实在太易闲 是啊首领 他就是用这样的话 来迷惑阿珠姑娘的 各公首领 我没有骗你们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信我 阿勇 你话说的太多了 好在明日你想说也说不了了 各公首领 我既没有错 你要杀就杀吧 我不再说话了 苏大人 我儿阿勇仍囚禁在离寨之中 明日就是太守的宽县五日之期了 可那寨主各公他不肯善罢甘休 要取我儿性命了 老汉如今相信 只有你能救我儿性命 大人 老汉求你了 阿爹 他若娶我弟性命 我明日就去公里一寨 把他救出来 你就放心吧 不可 事情闹大了 我家担不起 苏大人 你要想法子救我全家 老兄 老夫当然要救 只是 此事并非你一家之事 你可明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们 我们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 是啊 将军在本部顾理我们 依我看 若再延迟下去 阿勇就要被他们砍头了 对啊 你们若再不放人 我们就要空债了 这个汉人阿勇 敢敢怪我族歸 诱拐黎苏女子 该当死罪 今日处死了 乡亲们 随我空债 空债 住手 苏大人 阿福 你先带众人撤到一边去 老夫只身近战就行了 父亲 这苏大人 不用担心 老夫又不是没进去过 郭尔 去把牛签来 再拿上药 快去 慢 各共首领 老夫这乡有礼了 原来是苏东坡苏大人 此时来山寨 有何用意啊 老夫登门拜访 自然有事想求 老夫想用这头牛 和首领换一个人 换谁 换阿勇 苏大人真会说笑 用牛换人 这桩生意划不来 本首领不想做 自然我也知道山寨外有一群汉人 在喊之要攻债 你去告诉他们 待我砍完阿勇的脑壳之后 自会去照须他们 各共首领 老夫这头牛可是价值千金 你若不换 日后可不要后悔啊 苏大人 你曾送来汤药 救我族人性命不假 本首领不会忘恩 待一事一二事 怪我族规者 当死 各共首领 阿勇你不能杀 苏东坡 你不要对本首领指手画脚 苏东坡 你好会拖大 你可置你身躯何处 你区区一个汉人贬官 竟敢拆卸堂堂首领 苏公子 怎么你们一点动静也没有 依我看现在攻吧 不攻恐怕来不及了 各共首领莫怒 你看这牛身上的药包 足够债中族人 医治利己之用 他们只是初见药效 要继续服药 才能顾本归原 这头牛加上那么多救命药包 还不能换回阿勇一条人命吗 就算债中的族人都病死 也不能因此换了族规 本首领不换 苏大人 请便 各共首领 老夫有一言相劝 用此牛换阿勇性命 可谓四两拨千斤 丹州汉里两族也可及此兵士前嫌 否则旧仇未了 又添心恨 纷争不止 两族永不得安宁 不安宁又如何 你汉两族 本来就水火不容 本寨中有多少族人死在你们手中 现在一个阿勇来抵命 有什么要紧 各共首领 汉族黎族本是兄弟 皆是华夏子孙 怎可说水火不容 同是曹哥 于心何忍 苏大人的话是官养文章 本首领听你们汉人当官讲的多了 并没有什么新鲜的 各共首领 不管何族 都是这海南岛上的主人 各族和睦相处 才能安居乐业 生养不息 首领若高瞻远瞩 将阿勇归放 或许就能放出个海阔天空 以此为机 两族修好 开城不幸 得行岛内 二人之河 其力断金 则海南岛 必成为名副其实的洞天伏地 可笑 苏大人 你的这些话 应该说给你们汉人自己听 苏公子 攻吧 等会儿 再等会儿 首领非要如此 老夫也不强求 只是 以死牛换阿勇 首领不仅不吃亏 反而赚了个大便宜 要知其中详细 请葛贡首领 给个搏面 与老夫一同到寨中 田地中去 老夫自会证明 好啊 快看快看 你看我 牛也会耕地 这手力气 这好快 好是牛 这手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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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耕地 葛贡首领 你可看见 牛在大陆 本就会耕地 用牛耕地 快而省力 能抵得上 好几个族人的力气 手力 换不换 不换 药可治病救命 牛可耕田做活 皆有大用 葛贡首领 若杀了阿勇 却无实用 若老夫是手领 就挑着实实在在的 手领 还是跟苏大人换了吧 苏大人的药 灵验得很啊 要是没了苏大人的药 我们都活不成了 手领 苏大人的牛会耕地 还是跟他换了吧 对 换了吧 少林 苏大人可是个好人啊 他跟别的汉人不一样 住嘴 难道你们都忘了 族龟了吗 少林 族龟是死的 人却是活的 人要吃饭耕田 吃药救命 族龟却不食烟火 最终烙得不尽人情 不得人心 阿猪阿勇的事 老夫也了解了一二 阿猪是你的亲生女儿 他与阿勇心心相印 与老夫看 何不成全他们二人呢 笑话 自古以来 离汉不通婚 岂敢为看 汉代昭君出赛 远嫁兄弟 唐代文臣公主 土拨和亲 都是千古美谈 这汉离为何就不能通婚 首领若是天下为一家 就从阿猪阿勇为事 开汉离婚禁 两族从此诚意修好 消灾言辅 公莫大言 首领 苏大人说得好 苏大人是好人的 这真心为我们离人着想 首领 就跟苏大人换了吧 换了吧 对 换了吧 首领 是啊 首领 苏公子 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跟我进去吧 先让你们俩死我公寨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若敢擅自公寨 我叫你们全部求入牢中 张大人 苏大人方才只身近寨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我们怕他会遇到不测 你说什么 怎么能让苏大人只身近寨呢 你们糊涂啊 苏公子 这万一出事 我们如何担待得起啊 张大人 家父非要进去 我们都劝阻不了啊 是啊 这可如何是好玩 张大人 宋公子你们看 那不是阿勇 父亲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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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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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我们的 救命恩人 苏大人 苏大人 来 来 来 谢谢苏大人 救回我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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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爹 你回来了 爹 不 借离麻烦 你要滑稳 扶住啊 如今啊 方圆 几村的人都知道你苏大人是文曲星下凡 这不 听说呀 你能让牛耕田就都来学 还有啊杀牛治病的人也少多了 老兄啊 你真以为我是文曲星 这还有假 大人下凡到人间 来到我们丹州这个地方那是我等的福分啊 老夫如今是骑虎难下 只有将错就错了 不过老夫有一桩事要你帮忙 老兄回头去找几个读书人来 跟着我学看病用药 忍得老夫先去之后 这里没人会看病 这些牛儿 又要任人宰割了 哎呀 大人才来几天呢 说什么先去后去的 不过呀 找十字的人可就难了 我们这儿方圆几十里 没有一个十字的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老夫又要受累 在此开学堂咯 开 开学堂 对 开学堂 阿仔 你来不来学堂 我问的事情 要是苏爷爷能回答我 我就取你的学堂 哎 这孩子不懂事 大人让你去学是你的福分 同言无忌 容易问出大学问 阿仔 此话当真吗 大丈夫岂能细眼 好 你问吧 那 那还有多深 苏爷爷 你为何发笑啊 问得好 千条江河归大海 万涓溪流不复回 大海是每一滴水汇成的 要知道大海有多深吗 自从盘古开天地 知道天上下过多少雨 再加上所有不息的江河之水 就知道大海有多深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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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算啊 你都算不出来 那我怎么能算出来呢 嘿嘿 阿仔 还不跪下拜师 先生不在上 请受我阿仔一半 起来起来 阿仔啊 只要好好读书 你的学问 就会像无穷的雨水和江河水一样 终会会成一片大海 哥哥 如今苏氏在海南丹州 苏哲马上就要从雷州边往寻州 秦官也要被贬到雷州去 不可大意啊 是否该派药员到广南西路督查一下 嗯 好 我的意思是派吕生青督查这一路 哎 他是吕惠青的弟弟 与这几个人有夙愿就仇 如此甚好 嘿嘿嘿嘿嘿 陛下 微臣听说 广南西路的督查员 有吕生青担任 可有此事啊 不错 哎呀 陛下 此举不妥呀 有何不妥 陛下 那苏氏兄弟与吕氏兄弟 本是仇家 若要吕生青担当此路督查 那苏氏兄弟 也有生存之力 若把苏氏迫害致死 陛下就会失信于民 他可是陛下的老师啊 嗯 言之有理 那就派董璧去吧 陛下 那英明 哼 怎不可恶 来人 在 老爷 北架 到张敦首相府 是 首相 皇上 你派董璧 都查广南西路了 好啊 大人 不好啊 怎么不好 董璧与苏氏兄弟 并无前夕 去广南西路 有什么用呢 那你的意思呢 请大人 将此信交给董璧 他明日就要启程 去岭南了 哦 你是苏哲 正是 你们二位是 我二人是奉董璧大人之命 来此问罪于你 你是位朝廷罪人 流放到此 不思悔改 还危害地方 确实为何 此话怎讲 你说说看 你为何要抢占民房 谁说老夫抢占民房了 你们以何为证 要什么平静 此事都传到京城了 岂有此理 夫人 把祖约拿来 祖约为证 耳朵看清楚 苏哲 我等奉董璧大人之命 前来告知于你 你已被别往寻咒 你立即收拾妥当 即刻起身前往 马兄 董璧大人这次派你我到海南岛来督查苏氏 你可明白 大人的用意 大人不是说他有亲自去吗 本来大人是想亲自过海的 但是被彭子民给劝阻了 原来如此 大人的意思我怎么会不明白 学而实习之 不宜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乐乎 学而实习之 不宜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乐乎 人不知 人不知 而不孕 不宜 不宜君子乎 人不知 而不孕 不宜君子乎 苏大人 这是张忠大人 转交给你的师叔 好啊 学堂有书了 替我多谢张大人 是 苏大人 我们继续 学而实习之 不宜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乐乎 人不知 而不孕 不宜 不宜君子乎 你就是苏氏吧 正是 不知二位官差 有何贵干 我二人奉 董毕 董大人之命 先来督查你的 查吧 这是官府的房子 你们父子二人 没有资格住在这里 一起跟我搬走 那我们搬到哪里 去住哪了 这我就管不着了 什么 那你管什么呢 我就管不让你们住在这里 老夫还是要问 让我们搬到哪里去 自己找地方去 想人得志 构章人士 你说什么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住手 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二人 在这海南岛上 苏大人和苏公子 那是不可受欺负的 你们凭什么 不给苏大人防得住 你们敢欺负苏神仙 我们把你们 扔到海里为鲨鱼 小子 苏大人是天上的神明 现在又是我们 学堂的先生 你们想害他 你们问问 我们这些人 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 不答应 快点搬 快走 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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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他走 我们吧 就是这样 是啊 苏大人 要不这样 在村西我们李家 有个老祠堂 虽然破旧一点 倒还能遮风避雨 你们要不到那儿 先凑合一阵子 多谢了 来来来 搬进来 搬进来 这个往里放 知道了 往里放 这箱子抬后面去 那个放台的时候 来来来 老兄 真是谢谢你了 谢谢大家了 苏大人哪 你客气什么呀 让你住这种地方 已经够委屈了 还是得谢谢你呀 苏大人 好 反正 对对对 去台那边 学二十七日 不亦悦 有横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无应 不亦君自乎 葛公首领来了 苏大人 我是不请自来 你看看我这些孩子 能否上你的学堂 能能能 葛公首领虚怀弱骨 施令老夫赶佩 快让孩子们坐吧 都坐下吧 苏大人 那我就告辞了 葛公首领 为何不见跪千金阿珠 苏大人 告辞了 恕不愿送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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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一零零年春 折宗驾崩 年仅二十四岁 国家不幸 大行皇帝无四 事须早定 老身无子 诸王皆神宗数子 诸卿以为该立谁为君 太后 离掌 则身亡当立 身亡病 不可立 先帝常言 端王有福寿 且人孝 当立 端王轻调 不可以君天下 张敦 听太后处分 太后 国家危难之日 臣请太后 全同处分军国事 请太后 垂帘听政 好吧 先接端王召集入宫 继地位 太后英明 不可太后 万万不可呀 端王幸好游乐 偏是书画小道 其宠邪辟小人 若立为君 则大宋威仪 张敦大胆 立四乃皇家大事 安得妄言 张敦 哀家命你为山灵使 办理先帝丧事去吧 臣 灵之 怎么不恕辞 恕辞啊 我大宋 早晚会在 二战手里 你 你 太后英明 内侍 陛下 朕要看南唐周文举真迹 崇平 晦齐图 宫中可有 宫中没有此话 派人去找 遵旨 遵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 affen 炖ório 张敦 炖 sure 炖 cloud 请起先帝的灵鹫 与野外风吹雨打 你终在哪里 你的首相不要当了 到岳州去吧 来人 来人 老爷 老爷 有何吩咐 外面是谁在哭啊 老爷 是公子小姐 为老爷明月而哭 他们哪里是在为我呀 他们是在哭他们自己 老爷 当初我是如何 和对待别人家儿女的 现如今 也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也能不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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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